购物专家于嫌募款抢救罹患罕见疾病的女儿润润 以及其他三名患者 结果却遭到检举 说募款活动不服却募条例 卫福部不但要求于嫌停止募款 甚至要求她返还已经募得的一千多万元 我只想救小孩而已 我们今天就要出发了 坚强了好久 购物专家于嫌再也忍不住悲伤的情绪 因为女儿润润和其他罹患罕见疾病 亦染性脑白痴退化症的其他三名孩子 眼看医疗援助就在眼前 没想到卫福部的一句话 希望全成功 国外的医疗团队 现在已经都到达了北京的盗培医院 都已经就绪了 可是在这个解雇言 我们没有解雇医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会这么伤心 全是因为日前有民众向内政部检举 只于嫌的募款活动不符合 却募条例 卫生福利部不但要求停止募款 甚至还要于嫌必须返还 已经募得的一千多万元 已经都安排好了 怎么样都要去 至于到那边 他们的机票住住 我们没有钱 你们很希望赶快回学校 很希望 然后同学跟你说什么 同学跟我说要加油 他会等我 于嫌说润润是国内罹患 毅染性脑白质退化症的病患中 唯一还能够行走 说话 甚至认妈妈的个例 就连国外的医疗团队 都把润润视为奇迹 但现在所有募款的心血 全都泡汤 虽然很伤心 但于嫌下午还是依照原定计划 将润润带到国外治疗 只希望政府能看在一条人命份上 别让家属求助无门 专讯用黄主华陈昭谷桃源采访报道